大家好,我是宝妹 我是阿波 欢迎我们所有的乡亲的朋友 收听我们一百一十一年 六月三十五星期 赶快是阿波老师跟宝妹在这里为你所谓的主持 两点钟,新郎,保吉典 来,今天来到星期四,晚上的时间 今天这个气候跟早上有差别 早上到六个火水 哇,下午觉得很凉快 今天整天都没火 所以就是比较高温炎热一点点 在外面做些乡亲 可能你们也比较辛苦一点点 今天我在楼下工作的时候 我接到一通电话 我很开心 我中午也跟阿波老师说 做这份工作最开心的 莫过于如此 我有接到我们听友 这个王先生 可能乡亲还有印象 躲在我们母亲的王先生 因为一跌 前一阵子大概就是四五月的时候 种了一批小番茄吧 有辣啊 你这种有辣啊 那时候也说 哇,他在挑战什么 不可能的任务 还是说高难度的任务 这冬天呢 这情歌已经哭咖喱了 其实他今天打电话来 我说 我知道你啊 有你宝妹啊 我是啊 他听我的声音就知道 我说 怎么了 今天哭咖喱吗 我一开始就有点要取笑他的意思 他说 还好呢 只是哦 朋友有点厚 是不是有点厚 所以现在要来听一件果净材 他说真的很感谢 一开始前的时候 有问阿波老师 感觉呢 如有神助啊 听他说一句话呢 听了觉得 虽然回答人不是我 但是我觉得我有帮助到他 至少是我接了电话 然后我先跟他聊了一下 接着呢 我就说 那我们来请老师指导 指导指导好了 你看 所以功劳一是老 这个阿波老师 那我自诩 功劳二是我 我也觉得很开心 因为真的 这个就是做节目 让你觉得很开心的地方 因为 说坦白的 宝贝虽然说 没有状态的经验 但是我已经知道 冬天在状态 尤其是天气 越来越热 眼看呢 天气越来越热 你就知道 这个种植问题就特别多 它又在这种库下当中 它还要种 哇 真的让我很佩服 但是今天听到他说 哦 还可以 这是泡的 没空那些 薄薄的 我说 哎呦 冬天又有一个瓶 又没输 你现在什么鬼节来蒸 你把冬醉心露来吃 就好了 你不要把它当作玉女 这样就好了 哎呦 但是我不用蒸 是油路 我说 这个鬼节 你要蒸出一种 玉女的口感 就 就 就违背常理 有点难度 对啊 就是违背常理 就不可能啊 所以你就不要 为难自己 真的有时候 听友 你要放过自己 人家说 适时的适中 什么时候呢 做什么样的事情 你要挑战 不是说不行的 只是说台湾的气候 真的是困难 真的是困难度很多 你看 二练口两个月 没两个月啦 差不多八月底时 八月中 八月底 有人没有蒸 十八有路啊 不是 我们的听友 不是大概很多人 都是八月底 九月初就开始种了 你觉得说 是不是很快呢 你会发现 真的听不过多久 下一批又要出现了 所以不管怎么样 听到听友呢 在这个部分呢 种植的问题呢 能够有一点点帮助 这就是我们 最大的快乐 所以我在这里 非常感谢我们的好朋友 因为呢 你们肯说出来 因为你有说 我们才有法度知道 所以如果是 有一个主宅使用上 或者是 做不方面的问题 听友 如果是有疑问 请你不能客气 电话尽量把卡过来 或者是说 我们暗头的时间 你也可以利用 我们的扩印专线 你如果是 我们这做节目时 你又更忙 还是说你不好意思 没关系 你就上班时间 打个行政电话 来跟我们 问一问 我们下午的时间 回答你 能够帮助大家 一点点小忙 哪怕是一点点小忙 我们都会觉得 非常的开心跟愿意 希望你们可以 给我们一个机会 带你们来给我们 要去我们的 给我们转转 暗头的时间就是 6338601 6338601 隔天 如果你要是说 上班时间 要卡电话 632369 或者是632 637空 只两只 行政电话 也可以来卡 好了 我们要来关心一下 天气了 铺庸 这个芙蓉 现在怎么样了 我们是希望说呢 人家 人说有时候 这个女孩子呢 可能就要像 这个豆腐一样的 这个夫子 但是这个芙蓉呢 也是感觉还不错 那是 那是红胎 给这个名字 我不知道说 她的威力怎么样了 希望她也是 轻轻的带过就好 来 老师关心一下 我们的这个 台风 台风 我知道的就是 它对我们台湾 较不三行 在这个应用 听说是 王跟当这个方向 走过去 所以 可能带给我们的影响 就是雨水量的多寡 那未来这几天 我们台湾要注意什么事 因为天气总是开始 午后的阵雨 反正就继续持续 很多这个好朋友 那么一直都感觉 好像很热 偶尔下一下雨 这个效果也还不错 那么这个 会让人家觉得 特别的舒服 所以 有的说 也是很伤脑心 但是不下雨 那更伤脑心 所以 在这个地方 我们希望收到一个好朋友 就是 很平常 平常来 来看待 看待这种 这个东西 所以 我个人是 像这种的 这个体系的 这个变化 那么我们就是关心它 然后持续 变成红胎 那么目前 本来是这个热带性 滴气压 其实它原来 就是一个热带滴压 现在有一个红胎 命名 但是它这个范围很小 所以范围不大 然后最主要的是在海南 这位广东的雷尊半岛 雷尊半岛就是 海南和这个庚当室 有一个地方 然后这有一个 反正就继续往那个地方去 所以 这个影响不大 但是 这个影响到 就是这个 凤梨 这这里可能是中国大陆的 差不多四粒 往来三粒 大概是从那个地方生产的 所以 这个也是挺大的 对说他们国产的这个凤梨 好吃不好吃是一回事 因为这种种植的技术 种植的管理的概念 但是 只要是有鸡汤坦 这个 大家人都要挖空心思 这个阿波阿先生跟好朋友说到 现在在大陆在做新的 都不是一般的农民 这上市公司 这个百亿千亿的大企业 在提子在夹 因为政府要求你 你如果是做这个要配套 配套这个乡村振兴 要带动产业发展 最简单的就是去沾一些地 带动产业发展 所以农业在这里 这有很多人去打到这个地鱼 在踩到地鱼 让我们很多好朋友 他不知道 对这种肚子不了解 你看他现在这个文实搭好了 不用为了利用 你一直在里面 他种 种百香果 种什么 种种 然后你就发现过不久 这个旁边 起厨 做什么都完成了 但是你种下去 你把投资下去 这些都不用钱 这些都不用钱 那么甚至又補你资 结果发现过了不久 就有警察来跟你说 叫你去问 要把你抓去关 那么因为在这个 基本农田里面 种果树 这个在大陆是一件大事 所以 这有东西 这个 很特别 反正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 这么样的一个回事 所以 这在这里可以让我们 听说没有 是要知道 那么 有东西就是说 你要去了解他 要去理解 去理解 你都以为 哇 这个农业 所以刚才说 这个鳳梨 没有 不好吃 但是 只要脑子一趟 他就会想办法 让他变得很好吃 这 这种 总是有这个机会 这 以前 我们的东西也是这样 好 那么 鳳梯 现在 目前 在太平洋海面上有两个 大概 有一个已经是命名 第三号 这个叫做 芙蓉 这个影响不大 大概就从 这个 海南岛的这个北部 然后 为 为广州雷浙半岛 为这个 湛江这边这边 大概就没有影响 另外一个可能对 我们稍微有一点点影响 这个 编号是这个 热带性 低气压 这个 它不正式的这个命名 但是这应该 他目前看起来 这个应该是很容易形成台风 这对我们台湾 稍微有一点影响 就是说 有可能 会把我们带来这个西南风 所以 会有 比较有一点点影响 但是 这英雄没说很大 影响没说很大 那么 这个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所以这一档好朋友 稍微做一个了解到 这个大体上也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好 那么 这个这个有时候 我们的感觉 这种 整个在这个天气 变化来 对 这变化来 对 那么 这个有时候你要去理解 你要去理解到 就是说 天气就摆在那边 我们的讲话 叫做顺天应人 这有时候 在这个天气的这变化 我们 参与它的一个这个天气 是怎样 这个 我们稍微做一个 做一个 这个改变 所以 我们 最重要 就是说要 顺从天命 合乎人心 这个以前在说的就是说 这是在管理人的这种一个方法 这个以前好像是 汤舞革命 顺乎天而应乎人 大概我们是这样讲 那么 就看 所谓 顺天应人 这些天命在那边 所谓这个天命 这个上天本来就这样子 那么最重要的 那么我们也要去顺应 这个 这个天气的这个这个变化 这是阿卜 去 这个歪曲 这个解释 人家在顺天应人 不是这样 这是顺应天命 还 直直人心 这是说 我们从事一个政治 在这个这个 管理老百姓的时候 要去做的这个工作 但是我们做事 比如说 我们做事的时候 这个 作物就是我们老百姓 阿卜都是这样想 因为我当不了官 所以就把我栽培的对象 我种的这个东西 我给他做 是我栽培的对象 因为 这个有几位台湾的朋友 说 哎 这个最近 你们这个葡萄都听你的讲 是什么 那我就发了几张照片 那么这个是一个月以前 这一个 不爱这个土地 学生 他很听话 那么种了第三年的这个 这个第二年今年算是第一 第三年的三年 那 做中学 所以 但是他很听话 那时候他在说他都没有 我说不要紧 这只怕你 这个不愿意投入 你若然他 你可以 因为这种有一个模式 这种有一个模式 在这里 所以 在这里 大家 等于说 让我们 和朋友知道 就是说 其实作物是听话的 所有的政府 因为那些 我们老百姓都很疼 我们政府叫我们戴口罩 我们就戴口罩 叫我们不能出门 就不能出门 今天 如果没有呢 没有我就要给你发钱 这政府也是这样 叫你这样生就生 你不要这样生 我就给你加掉 我就给你加掉 然后就修剪 当然要有一些 这个规则 所以你给他 你给我们的政府 动作是我们的 你在做总统 你希望说 这个社会变成是乱丝丝 还是说是希望说 你能 这个顺天应铃 这个天命是怎样 这个天气是怎样 我们就在这个天气里面 要做什么样的 这个 这个 做法 所以 这个东西也是这样 所以 其实最重要就是说 你要去了解他的理解 你要去给他理解 你不能听听说 这个人 认定 圣天 不是这样 你要去理解 连一个普渡 我们种 像小黄瓜 我们种什么作物 都是同样 我们要去理解他 去理解这个作物 去理解到这个作物 他到底在想什么 这是很重要 这一行的事情 你如果是可以去理解 理解他的特性 你讲话给他听 他才会听你的话 我们小孩也是同样 这个小孩 你要去给他理解 有时候他就真的很疑惑 你就给他 这个说 那是怎样 在那边叫老师妹 但是你要给他理解 他到底有什么 这个 同学是有什么样的 这个 这个不太好 你可以去给他理解 为什么这个成绩不好 我们怎么去给他理解 我们的作物 我们也要去给他理解 这个作物是怎样 这天气是怎样 我们要怎么配合 所以我们就要 我们说叫做 这个顺天应人 这重要就是这样 所以 很多好朋友 他想要知道 我到底你现在这是 因为 在台湾种葡萄 这个以前在葡萄中心的时候 然后学葡萄的整枝修剪 我真的学不来 这为什么说就是学不来 学不来的原因是因为 他太深奥了 就是 他就是一个很深奥的方式 但是你去理解的时候 你会发现 葡萄的特性就是这样 他的结果汁 他的一个汁条的大小 这些人都有去研究这些东西 我哪都都觉得很不错 都有去研究了 那么 我们可以去理解 他就要这个去理解他 那么理解他你就要给他好的环境 你就要给他 适当的土壤 适当的营养 他就 他就看到肉 他怕你每天要叫他吃牛肉 吃什么 你看看来嘛 他拼到鱼 他就觉得炒车 他这个就复活了 你就让他吃得熟 吃的清淡一点 慢慢来没有关系 只要给他适当的营养 所以我们在一个这个理解 这流什么天气对于是最好的 什么时候他的受伤 我们可以提早给他的这个 以后 比如说我们的孩子 这个 明知道他去和那些人 做会在那吃粉 在那打电动 在那里 那么你就要冲着一个 卖火器的这个环境 你跟他说你不能去 怎么怎么 你每天这样买 但是他就很爱去那摔头 那么这个东西 这有时候就比较 没有办法 这比较没办法 对吧 所以很重要 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就是说 因为呢 我们希望 有时候就是 一个相互的 一个这个量子 你如果是做 你正做的时候 你如果用这种心态 来管理 你的政府的时候 那你就会发现 好像一切 稍微 就会顺了一点 这是我个人的一个 这个看法 这有时候你会感到说 这个小孩也有一些 他去尺寸 比较乖 有时候 比较乖 这很多都是这样 因为他有个性 他很有个性 这个个性 我们不可以和他们的独猎 我们就要这个软色 我们看来 我们独到这个恶劣的环境 这种环境 这就不是我们的作物的问题 但是呢 我们要去把他这个恶劣的环境 把他这个处理掉 他如果是行动不太好 我们要去理解 为什么他行动不太好 是不是 我们让他胜肥 我们丹素太高 我们要先去检查 自己不是说 你刚才生到乱七八糟 你看到你我就很生气 葡萄是不会讲话的 作物当然也是不会讲话的 我们就不用那么生气 所以为什么 我们在这个节目一开始 台读所的时间 我们都会去 稍微聊一下天气 最主要就是说 作物的行动在那个地方 他走不去 我们热我们可以去穿得比较好 作物在那是没材料去穿得比较好 那怎么办 所以我们就要去 注意 去给他关心 在这里有什么要去做的一个工作 好 那么天气最近大概都很稳定 有的说 阿布啊 什么很稳定 你亲爱的公共会就有好 会出这 对啦 我是说就每天差不多都这种天气 没什么很大的一个变化 那么午后雷震宇 大概从明天 这个 他会受到一种低压大的一个影响 那么 这个白白 我一直到礼拜一 这个地方 南部地区 中南部包括 包括我们都有一些 短地区的准复 雷准复 甚至有个不成功的一个机会 包括我们在这个 中部东北部 各地区的这个地方 这个也是都是这个 午后雷震宇 雷震宇的这个 所以你如果去山区 境界就会 较危险 淡薄了 要洗衣 这总是要小心 那么这种高温 高温的时候 比如说日本现在流行的这个阳光玫瑰 因为朋友想要知道 那我就给他发一下 发一下这个阳光玫瑰 凑一点这个热闹 那么这个阳光玫瑰 这种东西 听起来很好听的 好像就是阳光 阳光玫瑰 但是这些好像 葡萄其实都需要充足的阳光 但是他其实 我要观察他很害怕 直射的这种光线 直射的光线 并说我们 我们在亚热带地区 我们在这个 我们台湾 我们在种这个葡萄的时候 这个中道那种直射的光线 你这时候 如果是刚才有葡萄挂在这个地方 所以以前我们酸这个预风 好像也挺有道理的 这些绿色的葡萄都种不漂亮 都可以做酿酒 并说像以前的那个金香 你这有直射阳光的特性就是这样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适度改遮阴 不要让他 那种葡萄的测音 他就怕烹饪 不然他的这个日烧 有时候他这个土甲水器 像过头管 他可能申请这个疫病 我们的叫做气酌 就是说这个高温收到 所以他叫做气酌病 这在葡萄里面有这种的这个 就是说叫这个热气 叫土甲起来 这个热气 把他酌伤 所以这种叫做气酌 这些东西很有趣 以前在台湾 我们在种葡萄 我们都种在这个食物 这种这个很容易 很容易就给他 去注意到这种这个病 有没有 这人没有通风的时候 其实这些都很容易 来发生 比如说 他如果开始日头在直射 那个时候 他会日烧 尤其是热气酸烏 葡萄大概可以留66串 这个最多 就是说你不要种那么多 这个可以适度的伸展 这在我们亚热带地区 所以我们现在 大概呢 已经抓到了一个 这个温带地区的葡萄 跟亚热带地区葡萄 其实栽培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这个还是要有一定的这个 要有一定的这个差距 这种很 很很需要很需要呢 去去改变 这个东西 甘说是这样 有时候这个东西是 这个东西是这样 就是说 我们一定要去对有一个了解 你就有办法去预防 比如说像 我们是高温的时候 肚子吹起来的时候 这因为我们很多人 普通的 这真正是 让这个目视 这热 现在呢 还有 这热 热 热 就有一个 我们说的 因为高温高湿 说三星 这时候 如果高湿 要升职的时 在南方的一个地区 它就是一种生理性的病害 这种 就是我们说的 就是 简单称为气酌 所以 因为高温高湿空气 这些东西 水分增散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 这个高湿 这些水分 就 就涨 掉了 因为它要增散作用 所以 简单来说 好像是缺水 但是其实是根不活药 所以 要让银做得很重要 所以这个呢 其实 我一直觉得 尤其这几年 这个最大的收获 就是 把这个葡萄跟草莓摸的 比较清楚一点 要不然 喜 喜欢吃的这个水果里面 这个其实我不太爱吃葡萄 我跟他 他还要剥皮 所以 就给他 像巨峰葡萄的 薄薄的 吞吞下去 有的说 你怎么不剥出来 我就扮肚子 吃东西又在那里面 这样感觉 没那么优雅 所以 就被他吞下去 其实我觉得 那个当然也是营养 你说 他也会营养 所以去理解他 所以 最近呢 有一点 这个在一个月前 其实 我感觉说 这个大体上就稍微 我们比较低调一点 但是 这个 为什么不然一直做这个工作 因为我从台湾 绝对有办法把这个东西做得很好 这个东西 挺有趣的 因为你温室大家都种 这个 都种小番茄 都种小番茄 你冬天的葡萄 现在 冬天 冬天 冬天种小番茄 夏天就种葡萄 但是这个种法 所以在这个政法的这个方面 補养 有去做一个这个条件 就是说我葡萄 要让他很简单 因为这时候 葡萄刚刚发起来 这陈子刚好就要采收 采收刷 准备六月 九月十月 修剪完 刚刚起来 刚好收一区的小番茄 小番茄收了 这个不要太多 到过年后的差不多下课 过年后 我们这个葡萄又要出发出国 刚好 这在文室里面 我们就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如果我去做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怎么 就可以把这个设施的这个 这个条件 再把它提升 再把它提升 其实只种葡萄 应该也是可以 这是说我在土生 这个例如葡萄 葡萄和草莓 他也是可以的 这葡萄和草莓 譬如说你这时候种葡萄 葡萄采收刷了 没效的时候 刚刚好是草莓 在盛中的时候 你平衡搭得好 所以你收一支葡萄 不用去做两水 这种好处 每一年他都想着你这样就好了 夏天有葡萄 冬天我们就种点草莓 一个栽培 如果这样我们就可以把设施用得好 设备用得好 但是种草莓 我们都说到 一个最重要最关键当中的关键 就是要有苗 这个苗要好 那么苗做不好 什么都不要想 什么都是鸡 都是 都是这个 大陆说的说耍流氓 这个材料不好 有时候不是真的你种不好 我看我们 听众朋友在种的时候 有时候我都不好意思说 看出来 我们说这个很不甘 就是草莓苗很贵 一直在死 一直死 一直死 我到底是怎样 我说不是你怎样 是材料本身就出问题 对吧 如果这台里我们能像政府 政府做一个健康种苗 比如说有一个合格的 比較有的种苗藏 然后 他也可以去搭配 这个更好的商品 和両方合作 我们出来的草莓 这个产业才会健康 不然这样 撒不如黑白状 正正都烘烈 这也不知道在怎样 你知道草莓 如果是开始在得到的时候 你油就一直 大概就要一直夾 一直夾的时候 我们也不愿意 我们也不愿意 我们也很不愿意 这样用油 是不是 所以这个苗 这个 还是又比较好一点 所以 这个是不穷 因为有听众朋友 有一个好朋友在问 你 你 发那个 不过你知道我 很少用FB 我没什么用 所以 最近也是 有好朋友跟我说 这个也是有人在看 我说我不是 听老人家才看FB 所以叫我今天一定要 发上去 因为 有一家公司要投资 葡萄 那 因为现在这个450克 450克的这个 日本的这个色香葡萄 可以卖到 1666块 1660 还特价 所以 去年其实 这个很 很有吸引力 所以很多人 就去想到 好像可以去做这件事情 绝对可以做 这个也是 这个从不同的这个维度 所以 比如说最近 我拨上去的 这个维度 是在 这个东京 东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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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7.8103度 北纬26.79 298度 说他很准 这个手机 现在很不便宜 手机定位传过来 他就可以去找到这个地方 那就可以知道这个位置 知道这个东西就是一个 这个当然不是在台湾 因为 某种原因的关系 这因为 还挺蛮天话的 所以这个东西 这个也挺不错 所以我们给他这个蒸起来 那么 这个呢 就每一串大概 其实 葡萄是一个非常高产的这个作物 你如果是给它管理好 尤其像这种 这个阳光玫瑰 大水大肥 这很适合我们黑白蒸的 但是你说 这种黑白蒸的 就是夸张 就有点叫 叫做反而塞 最重要的就是说 你又真的去理解它 你要把价格和价格用 你要让它生多少 所以 这个绝对没有问题 有的朋友们说 这个会不会科数太多了 会影响果粒大小 那么这个是保证的 这个东西 我们可以保证的一个 他每一个一种 一个这个阳光玫瑰 他一定是 让他是要做到这个A++ 那么不只要好吃 还要有这个 这个味道 这个味道要 你 适当大小 这有的像云南这边 哇 这个蒸得很大的 一个像瓶碰的 价钱很高 也像塑膠的 但是买过一次的人 就不会再买第二次 买过一次 吃了以后就不会再买第二次 所以为什么只有阳光没有玫瑰 那么因为这就是没有那个香气 这个日本人日本在装这种东西 这个较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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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特色啦 所以呢 这些东西大体上 一般来说正常 它的一个果种大概在16克左右 16克就已经 最大可以到20克 最大可以到20克 那么这个果形要很不错 这个大概是 这一段我们好朋友 稍微做个这个参考 那么这个东西 就是说你要去理解它 然后这在台湾我也有看到的人 这个好像也有人种 这个已经有人种 但是 嗯 种的这个方式 这个不太不太一样 这个东西 而且他用的这个针目 这个他没吃这个 他用这个千叉苗 这在台湾 已经有人去种这一个 这个 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其实也不是现在才有 但是 其实这个是一个值得去投入 这台湾我个人是说 我一直认为它是很值得 这个可以去种 但是呢 那这个有时候就这样子 那么大体上呢 这个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 这更不一样 反正呢就是 就是 尝试新的这个东西 我很烦烈 我比较担心 就是说这温室里面 这些东西怎么办 大家都去种这 一直种 到外面就内卷 我们这东西又没有往外销 没有往外销 就是都在我们里面 在我们里面的时候就内卷 所谓内卷就是说 你厉害 我比你厉害 大家都担心 但是结果呢 到外面 就是整个的这个 大家都很强 做的 小番茄都也做得很厉害 对吧 但是实在是竞争太过激烈 所以是不是有这个机会呢 来给他这个 做说较好的一个这个 这个基本上 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可能性 好 这个是有关 一整个好朋友有关心 所以呢 可以稍微聊了一下 就是说想看看 到底 我说的一种状态的这个种法 种出来是怎么样的一种模式 因为葡萄血 也当可以在南方有一个南方的一个发展模式 那么其实这个不是我创的 只是说我们把他抓到他的生 去给他适当的做一个转变 这 啊 这本事有加的 他加的这个环节 我给他提供 我们这样给他改变 会不会比较好 他也觉得应该可以尝试看看 因为我跟他说的 讨论起来他觉得很有道理 那很有道理 我们就试看看 结果释出来的这个成果呢 确实也是很令人满意 那么 在柱子订就已经可 就全部就卖光了 比如说 最近开始要采收了 但是很多人都在问 能不能买 说没有呢 都卖完了 不是都在树上 怎么都卖完了 就已经都人家订走了 他们有的公司订的员工福利 这边的我们都订起来 订起来要做什么 订了以后呢 现在 土豆如果熟了 就跟他们说 你的葡萄好了 你的来办 就只有开放的这边 这个是温室里面 为什么要在温室里面 就这么简单 这个甘米也可以製造的外面 煤肉也可以製造的外面 为什么要製造的温室里面 这个道理是同样的 但是你把这个东西刷一下 在这个温室里面 你就会射到这个温室里面 会去射到这个问题 所以你要事先设想好 怎么去解决他的这个问题 在温室里面 在温室里面 就是这样的过程 这个问题就是 这个采摘 就没有个人开放 让你自己教 那没办 那我们没有工 我们就教了 大型公司 人员工来 40个50个 普德卡 然后弄一点 欧式自助餐 他们在那里吃东西 葡萄素 葡萄素 那葡萄素都有虚子 在里面其实 蠻舒服的 那小朋友呢 就让他们去捡 你这全部 这窟窿 你这窟窿 你要分两杯 因为葡萄 一般有两匹花 我都会给他做不一样 这个颜色 你这盐把它加起来 这盐 这盐 这盐绿色 你不可以加红色 只要是绿色的 你都可以剪 你全部都把它加掉 你怎会被困 那钱都拿掉了 那钱都拿掉了 那钱都没关系 但是你不能够加 这盐绿色 那有一个 那都说好的 这个剪断一条 繩子多少钱 那都说好的 其实一般是都买的 这也是挺好玩的 所以大体上是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有什么好朋友说的事情 就是说 阿婆一直要强调 我一直想要强调 就是要强调 我们听众朋友强调 就是说 人和一项这个作物 我们都要去给他了解 你就把它当做 你怕你在做什么东西 你就是动作 你就是政府 你说的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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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政府 但是虽然是你说的算 但是最后 我们要知道 他是爱什么 他爱找冷气 他想要方便 所以他就要有这个电 钱给他 爱 他可以找去冷气 我们要知道 他这个输求是什么 所以我们要去给他理解 不可以说 你刚才都生歪去 这实际上是很难替他 你这些都凋敏 你这些都凋敏 不是这样 所以这个大概是这个道理 我们听众朋友 稍微做个了解 这个基本上 就这样的一个情况 来 633-86-01 633-8601 这是现定位点位 欢迎我们乡亲 多加的利用 没清楚 没了解 都可以卡 我们的点位 好了 先来看网络上的一些问题 首先 看看 怎么那么巧 你看葡萄讲完了 Magica1904 就是要问老师葡萄的事情 来 老师 他说他的 肖子呢 到底是怎样 哪卡一顶的这个 替生相同 就是葡萄 Magica1904 你觉得 其实 这个葡萄长得有一点 那个叶子 可能 不一样的 这个 作物 还是怎样 那么 所以有一个 这有当时 我们 呃 种葡萄 在种葡萄的时候 有一个 很重要的 就是说你 材料 材料在种 那个时候 那么 你一定爱 我不知道 这是不是今天 看这起来 怎么刚才种 你如果说 今年种的 你今年种 这个葡萄 葡萄 这个落叶果树 也是四季分明 所以 有的说 在台湾 我们可以做两棵 对 你可以去做两棵 你可以去 做两棵 其实葡萄 啊 是一个 又耐贫瘠 又耐水 又耐汗 啊 这个 什麽款 反正呢 啊 他对到一些恶劣的 環境 你怎样的刺激 这我在 这个药棚看到 这 堵水 一个夏天 堵五遍水 葡萄还没有死掉 堵水 那堵水是整个 都淹到 都这样 蜜蜜 那种的 你都没看到 葡萄的头 是在哪里 只有看到 那些 那些 你如果站在里面 可能有超过 30公分以上的 这个水浸 那 这又不是怎样 又五遍 淹了五次 那么所以呢 你就知道 这个 这个 实在是真 也不知道说什麽 咱说真的 解释很辛苦 那但是呢 他还是没有死 所以呢 他很重视 因为普德很重视 就是说 你静的时间 比如说 他开始 这个 连萌芽的 这个时间 这个萌芽 这个时间 你就要 那时候来静 开春了 大概在3月以前 那时候来静 是最好的 你如果在 比如说你熱人 那时候静 那他开始静 他静 他就 会长得不好 所以 他要看起来 就没什么静 静静静静 所以我是觉得 我说你这个是栽培季节 那个时间 看不看不看 这个 所看起来的这个情形 但是这个又不太像 这个好像是 这什麽品种 看不出来 好像山葡萄 这个虾子很小虾 所以 我在怀疑 是不是季节 也不太对 你说上面 这种 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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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 病害 有一个病害 真的就是 像你说的 那样 就是说 在老厚的地方 有一种斑点 这种 通常是一个叫做 瘦病 瘦病 但是你这个 可能是种植的时间 这没关系 这没关系 但是 变成就是说 像葡萄 其实以前我都想说 这 植下去很久 其实不用 比如说你今年植 你今年开春那时候植 那么你到 今年的 有的人 当年就让他生了 所以那当然是较适合 最好是买 就是说你 可以够年 一年以后 就可以让他 这个 试生产 然后第二年 就是说 你今年植 那美尼呢 就可以给他 稍微调一块 冬年麦 冬年麦 到美尼 给他调一块 到后年就可以 生产 第四年开始 第五年 就可以达到 他产量的 这个高峰 他的产量高峰 所以这个东西是 和这个火龙果 是差不多 比较值得去投入 那么这个瘦病 这通常就是说 在我们做人的 濕度高 那个时候 濕度高的 这个时候 比较生涼的 这个 有种板点 这个有时候 有些 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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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包子 所以那种生涼 那些提早落叶 这个较容易 不幸 那么在热人的时候 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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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生 很容易发生 那么在台湾 有时候 就是说 因为我们有做 做两次 所以 你如果是这边处理得不好 他后一次 更厉重 所以在这里 可以让我们调整 那么你先做一个 这个参考 大体上是这样 这个油在拌 应该是像 这个山佛民 亚托民 这种都会 骰克赫症 那么 要处理一下 不然你如果说 要做两张而已 就 做出比的 不然你就用 这个细片 这班团又要農油 你拌一点 这个细片 来做处理 那么 他就很快 很快 他就可以处理好 那么 他 这个 他目前这种 能掌心看起来 这基本上是 蒸的时间 才不对 这盆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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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盆 盆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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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釋出來的結果挺不錯的 就是說他針灸 他如果針灸出來 針灸出來他無心癮的腿都漏了 他針灸如果有出來的時候撈一顆 撈一顆比較快把那個 他如果是有那個手就把手黏掉 現在他如果出來又撈一顆就黏掉 因為有那個針灸出來 他結尖比較會縮短 有的說快要給錢賣 太早就賣賣就不好 因為葡萄的行動很快 你給他看來 接尖不要太大看大看大看大 大到這個壁那頂 他都有夠休息 起床之後才開始把他放開 所以大概是這樣的一個情形 所以因為葡萄 我記得我讀書的時候 在葡萄中心 楊耀翔老師說 這個葡萄種後好壞 你在葡萄園裡面 你在葡萄園裡面 在葡萄園裡面不可以直接撈到熱 但是也不可以看到熱 在葡萄園裡面不可以直接撈到熱 但是也不可以看到熱 這是什麼意思 就是說他葡萄的這個 我們做 你看國外那種什麼Y字形 整枝什麼 那個人釀酒的人 那種雲南那種是 他們比較涼涼的這個 所在溫帶地區在種的 一種高山那種他們可以密集 高密度栽培 但是那種東西 生產不出 優質的這個葡萄 這東西 我講的是優質的鮮食葡萄 應該是不會有這樣的一個 不會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老實說 所以在這家裏面是覺得最重要 最重要的就是 楊老師說的一句 照不到陽光 但是還要看到陽光從這個葉子的間隙 能夠瀕瀕落落的灑落 這種就是一個最好的一個頁面的指數 這個效民要記住的分布各方面就是 你不能頂頂踏踏踏 都不會緊張這樣 這種不行 所以通風就去影響到病害 病風這個秀病 其實也是因為這個來 來引起的 那麼這個待會讓我們好朋友 稍微做一下了解 來6338601 6338601 還有一點時間 今天這個聽有張錦本 他問阿爸老師 這球呢 要怎麼讓他寫比較長 他不希望說只有圓而已 他希望 他覺得太短了 這段時間 我說 他也知道說 恩賊可以 營 但是問題最近又不是 黑暗天 他有卡在這裡 嗯 這個在要讓他說要比較長的 最簡單的一個方式 其實最簡單的方式其實就是 就是啊就是用雞的山 這個我們在種菊的時候呢 那一種簡單來看起來 就是在這個菊的種子 種菊 種菊的時候呢 那麼還是有需要 就是說用一點這個保濟素 稍微給他 噴一下然後這個拉長 這樣啊 稍微給他噴一下 這個效果呢 其實是比較好一點 就是說有那個機會 如果是可以 要比較長的稍微 你真的需要 需要給他噴一點 用一些 把他的那種的長 這種的長 就是保濟素 這一般我們可以在 剛掉火之後 沒有了 幾個時候 去把他轉 他也比較不會緩 如果說他那個長到 又要叫緩起的時候 你自己噴 噴一些這種東西 那麼 這個就在當地 這個 就是說 簡單來說 就稍微 一個輔助啦 不是說一定就要去噴這種東西 就是說他如果有 那麼會比較更 比較比較順 就會比較順一點 就會比較順一點 這是我們 在這個處理上 一個 比較 簡單的一個 一個做法 但是簡單不一定 就 就 就容易 聽起來很簡單 但是他那個龍頭 要怎麼去講 這通常的 很有 還是有一點學問的 這東西是這樣 那麼這等會 我們帶小朋友 稍微做了解到 就是說 基本上 你能夠去 你能夠去 處理他 但是 你 要去了解說 不會長 是什麼樣的原因 就是說 這陣子很酷熱 你水分也不夠 水分也不夠 同樣吃的 就比較不夠 所以你給他很多蛋肥沒有用 你也油比較不會長 薑要長 要有這個 足夠的 足夠的 加肥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要有足夠的 加肥 要有足夠的 加肥 一個很重要的 一個重點 以外 還有一個 簡單粗暴 就是 GA3 薄激素 那麼 薄激素 你把他噴一下 他能夠稍微給他拉拆 這個比較適合 有這種的姐姐 但是 這種東西是 不得已的時候 稍微做姐姐調整 你切嗎 切嗎 不可以改動 做神腰 一直噴 噴到高位 他也一直流血 直接像毒菌 這個也不好 所以 這就是說適當 這個東西 我們適當的這個使用 那麼 這個 就會比較 簡單一點 所以這大概是這個得力 這種 一般來說 我們大概是15到30個ppm 為什麼這個15到30 就是說 他這個過程裡面 如果是噴比較重 還是噴比較輕 你就要看那個天氣 稍微變說 如果天氣比較熱 那麼他的反應 如果天氣比較敏感 那麼他會比較不夠長 但是你電腦不能噴 這跟我們的感想要噴條件一樣 那麼你大概就給他15個ppm 讓他稍微給他 如果不夠 我們再一次 再給他一點點 這樣 這個就 就有一個比較好的 一種條件 一個效果 那麼這在這裡 讓他提前朋友 你稍微做一個了解 這個 應該是比較不會很難操作 不會很難操作 但是 就是說你自己要用這種 植物荷爾蒙 這個大概就是 對於這種溫度的敏感性 你一定 包括我們用這個甘米 我們用調割 調割這也是這種 植物荷爾蒙 也是我們去調整他 那這東西也是比較 要稍微注意一下 這比較新的 有時候我們在應用就是說 因為他的解析濃度 這個濃度 我們可能要稍微注意到 那麼 在任何一個 包括你在用二手鐵 包括什麼什麼環境 這些東西 大概都是有必要的 都是有必要去做這種的 這個處理 這個大概是這樣 希望我們 提前朋友 你在這個適用的這個當中 那麼一定要 根據 滾固這個提起 比如說如熱 他可能這個效應 他的那個有夠 太敏感 我們可能就不要給那麼多 那麼應該就是說 開火要有稍微調割了 你也可以用差不多 這個 3000倍 3000倍左右 3000倍左右 一般是10% 你贏 大概就30個BPM 那麼 但是比較熱 你3000倍 也不行 更加補 更加補 因為有時候 我們的盆 一般量都會比較多 水量會比較多 所以你如果炮太重 他轉過頭去 那如果轉過頭去 會很差 所以 這要小心注意 這提供 讓你稍微做個參考 來 時間的關係 我們第一點睛 先測試正到這裡 待會兒在公告之後 馬上接個回來 希望繼續第二點睛的節目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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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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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血